被全世界骂了一百多年 史上最烂武器 哨杀机枪究竟是何物 2001年出品的美剧《幻影骑兵》中有一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两位美国老兵向新兵介绍一艇哨杀机枪 在讲解了各种使用方法后 还强调这就是一个垃圾 今天很多历史爱好者也同样引用了这一说法 那么哨杀机枪究竟是不是有史以来最垃圾的武器 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对于它的诸多缺点 人们最在意的应该是它的弹侠和射击时容易卡壳的通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使用哨杀机枪的士兵几乎遭到了敌人无情的射杀 该枪容易卡壳让士兵毫无还手之力 甚至于人们一度怀疑该枪是不是同盟国的间谍武器 当然 把协约国所有的损失都归于哨杀机枪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哨杀机枪的设计非常粗糙 材料没有达到标准 武器的故障率极高 很显然这是法国军方的无奈之选 比较类似于二战末期德国和日本的武器 企图用这种未成熟的武器来改变战争的结局 对其缺点往往视而不见 那些批评鲁易斯 绍杀的人总是忽略了绍杀机枪的优点 不同于马克沁机枪主要用于防御 绍杀机枪的设计之初就被定义为一种进攻型的武器 就连丹麦麦德森轻机枪仍然主要用于防御 在进攻时的表现并不理想 德意志帝国军队为马克沁机枪改进双脚架 增加手持握把 使用100发弹链 但是它仍然无法在战场中进行自由移动 G08-15轻型马克沁机枪的重量为27千克 法国的绍杀机枪重量只有9千克 足足相差了三倍之多 绍杀机枪是为法国步兵提供的单兵武器 而且还具有极为先进两种射击模式 全自动和半自动 绍杀机枪虽然被定义为进攻型武器 但是它拥有一个双脚架 所以在防御上的表现也非常不俗 并且绍杀机枪还是第一支使用手枪式握把和直线枪托的自动武器 具有可拆卸的弹匣 在移动时可以迅速地架枪射击 舒适性极高 虽然已经进行了种种说明 但是绍杀仍然是史上最烂的机枪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该枪使用的镂空弹匣 在射击时里面一旦进入灰尘和杂物就非常容易卡壳 当然在嵌豪战中很多步枪都会卡壳 但是绍杀机枪的故障率实在是太高 而且在一战时法国也给美军提供3万挺绍杀机枪 所以美军对它的诟病也一直延续到战后 其实第一批发放给美军的绍杀机枪 已经使用了两年左右 很多零配件已经开始老化 所以在战场中的表现非常糟糕 据说当时没有任何一名美军愿意使用绍杀机枪 请不吝点赞机枪